数字技术不能高质量发展 原来可能要5000个工程师 干的活 剩下几个小时 他就能做完了 之前秒级的清关 秒级的通关 背后就是我们的智能核单 数师融合 如何改变生活 通过一些非常简单的方式 快速地完成一个 完整音乐的创作 你好 还很有力呢 它不光是一个智能反身手 它让我看到了未来的时空 用事实说话 焦点访谈 你好各位朋友 欢迎收看焦点访谈 11月27日 历时五天的第二届 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 圆满闭幕 国家主席习近平 向本届数贸会致贺信 指出当前 全球数字贸易蓬勃发展 成为国际贸易的新亮点 近年来 中国积极对接高标准 国际经贸规则 建立健全数字贸易治理体系 促进数字贸易改革创新发展 不断以中国新发展 为世界提供新机遇 本届数贸会的主题是 数字贸易商通全球 那么在博览会的现场 都有哪些新品 让人眼前一亮 数字贸易和数字技术 又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 赋能高质量发展呢 这是持续五天的数贸会中 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幕 每天会场入口都会排起唱队 行色匆匆的脚步 传达出各行各业的人们 对数字产品 数字服务 数字技术 数据信息 跨境电商等领域的高度关切 而在这些关切的背后 是人们对数据 这一新的生产要素 在生产生活中 日益展现出强大力量的 深刻感知 感觉我们中国其实现在科技挺发达的 已经超过很多国家了 为中国的企业点赞 不是说只停在起跑线上 也是停在转车面上 不是说是经济 他把各个场景下的各个终端 那么通过传感器连接起来之后 来控制 通过指令来控制这些东西 而这些东西控制来自于数据的分析 那么我们就用到大数据 那么大数据用完了 还有人工智能 充分地三点融合之后 它可能演示出非常多的应用场景 中兴通讯的南京滨江智能制造基地 是诞生于2020年的 首个5G智能工厂 三年中 由该项目衍生出的100多种服务 通过技术输出方式 扩展到15个行业的500多个生产场景 我们把5G技术应用到这个盐护当中去 自动驾驶 自动开采 它跟汽车的无人驾驶是一个概念 它传上有很多传感器 比如说我们跟云南神火合作的智慧工厂 它保证了这个生产质量的精准 我们一年能够为云南神火节约能源 大概相当于中国中心一年的用力量 今天的中国 数字领军企业正不断做大做强 利用中国的5G技术优势 巨大市场和商用环境 数时融合 先闯先试 并汇集他国 市值超10亿美元的数字贸易企业 已超200家 大量具有市场潜力的企业 分布在硬科技 新能源 新媒体等领域 覆盖半导体 机器人 新材料 智能硬件 无人机 航天通讯 量子 光计算等细分赛道 这是一个聪明的卫星 它现在到底有多聪明呢 原来传统卫星6个小时才能干完的事情 它现在只要25秒钟就能做得到 而且原来可能要5000个工程师要干的活 它现在一个小时它就能做完了 那它是怎么能做到的呢 因为我们把这个工程师能放到了太空 每秒钟能计算80万亿次 独特的太空计算架构和超强的太空算力 使这颗卫星达到了完全意义上的 星上实时观测和实时AI处理 对于那些暂时不具备相关计算能力的 国家和地区 由这颗卫星直接提供的森林减灾 水质监测 森林防火等服务 可以说是既简单又便捷 现在说不同的国家 你可以把你的需求做成一个APP 上传到我的卫星 就享受它的APP来提供你的服务 依靠这颗聪明的卫星 今天 请不吝点赞多个新闻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吝点赞多个新闻 数据的话怎么控制 数据如何 快递企业的工作人员赵兰亮 正忙着解答参观者提出的各种问题 数字经济时代 中国的快递服务越来越快 用一杯咖啡的钱支付全球运费 用五天时间完成过去耗时几十天的跨境运输 商通全球的背后 是数字技术提供的强大支撑 把我们的商品的信息和海关的曝光的系统进行打通 就可以实现秒级的清关 秒级的通关 那么这背后还有一个技术 就是我们的智能核单 所谓智能核单指的是海外消费者 从同一平台购买的商品 并不一定来自同一个厂家 但依靠智能系统 快递公司对不同商家的前台数据自动合并 再通过大数据计算 将同一客户同一地址的几个订单 自动合为一单 这项独创的数字化物流技术 不但提高效率 还能节省运费 为电商平台扬帆出海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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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的一个工链 可以在帮助国家推动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不仅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促进商贸领域合作 数字新技术也致力于让人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第二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上 齐聚全球千言的50个大模型集体亮相 成为备受瞩目的亮丽风景 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一系列生成式AI技术走进大众视野 与人们的工作 生活 娱乐 深度捧绑 我们会通过一些非常简单的方式 帮助广大的人民群众创作音乐 我们选择拍摄一张图片 就能够非常快速地完成一个完整音乐的创作 那我拍摄一下我们的摄影师好不好 来 好的 好的 我们帅气的摄影师 小哥 来看看能创作出一首什么样的音乐 你刚才听了那音乐什么感觉 我觉得好像有点忧伤的气质 那可能是这个气质方面 会带有一些非常忧伤的气质 有些像Vlog或者一些短的视频 我们就可以直接用这个产品 来给它生成背景音乐 反倒它的专属音乐 没错 就能够保存下来 可以下载是吧 用一张照片和五块钱 我们得到了一首音乐的商用版权 这样的交易模式 已经成为当前生成是AI技术的商用模式之一 而在一些公共应用领域 刷脸 刷掌 提供个人信息等方式 也成为获得便捷生活的必要之初 刷掌 刷掌的这种方式和刷脸的这种方式 你更喜欢哪一种 掌吗 为什么呢 因为不想让人家看脸 博览会现场 一位坐在角落里的中年男子 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您好 还很有力呢 他叫尼敏成 九岁时因为意外失去双手 但让他更感意外的是 三十年后 脑机接口技术 让他重新拥有了一双智能仿生手 比如说我想让你 你能动一下食指吗 中指 中指 拇指 拇指 拇指能动吗 可以 它有一个想转的机能质 它是上肢缺失的 上肢缺失 对 那它怎么能够感受 它就 你脑子想到了 它就知道了是吗 对 它去想一个动作 然后我们这里面的电极片 会读它的一个机电信号和神经电信号 然后通过我们人工智能的算法 去倒推大脑的一个运动意图 就是手随心动 对尼敏成来说 这双智能仿生手 是他在数字时代收获的惊喜 两年前 尼敏成自愿担任智能仿生手产品的体验官 提供自己的生物信息 肌肉信息 神经信号 对数据模型进行训练 以使他更灵活 更聪明 更稳定 造福更多的人 他想去做什么动作 这个手去做相应的一个动作 听说我们是焦点访谈栏目的记者 尼敏成用他的智能仿生手 给我们写了一幅字 名字真好 我有一次跟我们老板一起去参加一个 就是一个会堂 有好多科学家在 我就跟他们讲 我觉得这个手 他不光是一个智能反身手 他让我看到了未来的时空 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 是数字化 网络化 智能化的基础 在生产 分配 流通 消费 和社会服务管理中 发挥着激发创新力 提升决策力 提高生产力 赋能产业转型升级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 人类的未来已经离不开数据 数据培养了大模型的诞生 也引发了人们对数据安全的关切 我们要加速数据要素的 快速的价值释放 但是我们又要保护它的数据安全 和不让它的隐私泄露 那么现在天然就存在着一定的互相制约 那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隐私计算实际上来说 它是用密码学 各种技术 它是让你的数据 我不拿出去 但是我又能使用到你数据的价值 要用各种技术手段 这个前沿的技术 来保护自己的数据 来安全合规的使用数据 一个法律层面的清晰 一个是经济方面的清晰 就是说我拥有数据 你必须合法 你不能违法拥有数据 那么拥有数据 你合法的情况下 你可以加工利用 来发挥你对数据的利用 或者你对数据整个价值 本届数据会在规模成效和影响上 都有了显著的提升 累计入场观众达10万人次 总签约金额1558.5亿元 发布成果120项 在推动形成更多数字贸易发展 全球共识的同时 也正在成为 引领全球数字贸易发展的风向标 今天数字技术日新月异 数字产品层出不穷 数字贸易已经成为了 重组全球要素资源 重塑全球经济结构 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 在数贸会这样一个充满活力的平台上 各方共商合作 共促发展 共享成果 正在携手将数字贸易 打造成为共同发展的新引擎 也将为世界经济增长 注入新动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